尊敬的各位前辈老师各位同道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宣伍院神经外科种族中心的刘小海 首先感谢红女主任梁建桃主任 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 共同学习和交流垂体线流这一块的一些进展 和研究的这些新的东西 我想夜校的这个宗旨是主要是针对这个年轻的医生 进修医生研究生去进行一些 这种教育和培训 所以呢作为年轻大夫呢 我想对大家有一些帮助的可能是我 对垂体线流这一块的一些学习的一些过程和认识 或者一些经验 所以今天呢我就把我的这个一些学习的这种经验 或者教训也好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我想讲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夫 对这个垂体线流的诊断治疗 以及相关研究的一些学习的感悟 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学习的过程和感悟 对各位老师各位同道 在垂体线流的治疗和研究方面 有一些启发或者一些一些帮助 垂体线流是一个我们神经验科大夫 绕不开的疾病 因为它确实是很常见 而且随着这个影像学的普及是越来越常见 我两位尊敬的老师 我的博生导师王老师教授 常常给我们说说治疗了一辈子的垂体线流 但是到最后发现很多问题 病人问的问题都越来越多越回答不了 而报主任也常说过 说安居的肿瘤 比如说磷阳管的倒是不可发 反而我们在述中要注意垂体线流 因为垂体线流一旦出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 我想两位教授有这么多的强调 我想可能我们每天接触不同的病人 或者每天在自己的诊疗过程中也在问自己的问题 那么作为一个病人我想他可能经常问到的几个问题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就是首先我能不能确诊有垂体线流 是哪种类型的垂体线流 然后我这种线流是需要立刻治疗 还是可以随访 那我治疗的话是选择手术放疗 还是药物治疗 哪种对我是最有利的这种治疗 就所谓的个体化治疗 那么我做手术的话是做经典好 还是做开乳好 那么我选择药物的话 我选择哪种药物呢 那放疗我是选择噶毛刀呢 还是选择普通的调墙呢 包括我选择这种治疗方法的 我的治疗是多少 我的风险大不大 包括我做完之后 手术之后会复发吗 什么时候复发 如何避免复发 如何进行水访 包括我的孩子会遗传我的这个脂体线流吗 很多病人的问题 我们需要耐心的去回答 有时候我们可以 很自信的回答这些问题 有时候我们也得去思考 我们如何去更好的做一些研究工作 能回答好病人的这些问题 那么作为医生或者医院的话 也有一些问题 我们要反复的问自己 比如说 现在很多三甲医院评定的时候 基本标准就是要 神经脉科要有垂体线流的手术治疗 所以导致现在 各级医院都在做垂体线流 无论是显微镜 无论是内镜都在做 这样也伴随了很多一些问题的出现 所以我们做一个神经外科大夫 或者说做一个肿瘤 神经肿瘤的大夫 我们做垂体线流的大夫 我们如何的去深刻的理解垂体线流呢 我们如何的去提高我们的治疗的效果 我们如何提高我们的手术疗效呢 这就是我们时常要问自己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和内分泌科呀 和其他科室的这种合作 来进行一个MDD的诊疗 进行一个这种四半功倍的一个合作呢 那么我们如何做好病人的水访 包括记录好这些数据 来帮助我们去总结临床的经验 去更好的做好治疗呢 包括我们要不要做临床悠久 要不要做技术研究 如何做好这些研究 哪级的大夫需要做研究 所以这些问题我想也是 我们年轻的大夫 或者说神经肿瘤 或者说垂体专科大夫 需要经常扪心自问的一些问题 我刚才说 我的博士人导师是王老师教授 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 王老师一辈子近四十年 都在做垂体线流的工作 因此我从博士毕业之后 在协科工作一段时间 都是跟着老师在做垂体线流的这些临床 包括研究的工作 包括中间 13年到15年 不到两年时间 我去了美国的City Sinai Medical Center 跟着这位老师 就是叫斯洛摩玛玛玛玛玛的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是世界垂体联合会的创始人 包括Pitutri杂志 包括其他几本杂志的一个主编 或者前任主编 他做了很多在垂体线流 包括特别是资战菲拉战的一些开洛性的工作 所以跟着他做了两年的博士后工作 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包括犹太人的严谨 勤奋 都让我印象深刻 然后去年 我6月份 从协科医院调到协务员工作 我现在的领导是陈葛教授 陈葛教授 他在安区总流 特别是卢安管流 寝性推理线流 这块做了很多工作 不到一年时间内 我印象深刻的是 就是陈葛主任 在这个扩大经典这方面 确实有自己读到的见解 和一些这种投入 非常让我欣赏 所以通过介绍这三个教授 也介绍我自己的一个认识的过程 那么我来读博士之前 可能仅仅认为 垂体线流是一种神经外科的 一个可以切除的良性肿流 我只要把手术学好 把肿流切了 可能就达到目的了 但是随着博士学习 包括 经过的工作的深入 可以发现 其实垂体线流 它不仅仅是一个 不像老膜流 或者其他的 听神经流 或者颅理肿流一样 它是需要一个 很全面的内分泌的知识 或者背景 来支撑你的临床的诊疗的 然后垂体线流 它不仅仅是我们认为的 什么颅理肿流排第二 或者排第三 其实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说你 去出一段时间的垂体流 门诊 你会发现 可能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都是这种偶发流 就是病人 在单位提醒的时候 偶然做了一个 磁虫症 或者CT 发现有一个暗期站位 然后病人来咨询你 我需不需要治疗 我怎么去下一步的检查 这一块也是我们 哪听大夫需要关注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垂体线流 目前它是一个从良性到恶性 都有的一个肿瘤 很多时候遇到这些难以治疗的 或者说我们手术难以全切的肿瘤 我们要提高警惕 脑子里面有一根弦 就是垂体线流 它这种恶性的松阅行为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很强大的MTT团队 来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以帮助病人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育后 然后我们还会经常遇到一些特殊的垂体线流 比如说妊娠期的垂体线流 儿童青少年的垂体线流 这样的一些整治的一些特殊性 我们也要认识到 包括我们要区别一些家族性的 垂体线流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包括现在我们我自己个人正在 正在努力去做的一些 比如说内进手术技术的提高的学习 包括治疗抗大症这一块的个体化的治疗 包括我们对男子性脆线流的一些诊断 定义以及治疗的探索 包括一些转化的一些研究 包括这种肿瘤恶性变的一些 一些过程的一些研究 包括一些靶向药物的研究 所以我想呢 今天就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过程 或者认识的过程 给大家汇报一下几点问题 然后希望对年轻医生有一点帮助 那么就是今天我讲的这六个部分内容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 从内衡密的角度去全面的观察垂体瘤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认识 垂体偶发瘤这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而且要知道大部分的偶发瘤 是无需处理 我们只需观察就行的 然后我们要 然后我想介绍一下 垂体线流的WHO的新分型 以及垂体线流的一个恶性的一个方面 然后就我个人的这个学习的经验 或者教训介绍一下 如何去更快更好地掌握神经内境 那么第五点想介绍一下 就是垂体流的MDT 以及垂体作业中心的一些必备的要素 比如说年轻大夫想 想组建自己的这些团队 或者想想使自己的团队 更具有这种发展性或者可持续性 是如何去联合其他科室 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包括最后想讲一下 自己对垂体相关研究的一点的看法 那我们看第一个角度 就是垂体线流的内分泌的一个视角 下面有一句话就是 不知内分泌不做垂体油 这句话可能很多人也讲过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垂体线流它不仅仅是一个良性的手术的疾病 它是一个影响全身多个并发症的一个疾病 我们在术前术中术后 为数时期或者长期的一个技术替代这方面 我们需要具备很强大的一个内分泌的背景 这样我们才能把病人的管理做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垂体的位置和结构 这块可能大家都比较熟了 我们把垂体就知道定位在这个 迪安的垂体窝内 对于它的大小和重量 我想就比较好记 大小的话我们就记个680 6毫米8毫米10毫米 重量记个600毫克 但是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 垂体的这个正常垂体是可变的 它的大小和重量是可变的 特别是青春期认生期 它是一个增大的 而且青春期认生期有些病人可以增大到两倍 甚至三倍我们在临床也遇到过一些 青春期的小伙子小姑娘 做了一个从容症发现垂体增大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是不是青春期的正常的增大 不需要去干预 所以这个时候心里面一定要想到这种垂体的可变性 让垂体分为垂体前夜和后夜 那么前夜就是我们的线垂体 后夜就是我们神经垂体 它通过这种前后夜的这种功能和分泌的激素来调节我们的 积极的代谢生长发育生殖 我们看看线垂体和神经垂体的功能 那么线垂体我们要知道 它有基组六七 就是六种线细胞分泌七种激素 那么七种激素包括生长激素 甲状腺激素 处生长腺皮脂激素 性激素有两种 就是FSH和LH 以及退黑素 那么TSH是作用在甲状腺 它的板线是甲状腺 那么ACTI就是作用在生长腺皮脂 生长激素作用于肝脏产生IGF1 那么性腺激素作用于在男女性腺 控制我们的生殖 所以呢 腺垂体的作用就是通过这种 这种激素的分泌 分泌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去 作用于靶腺 然后通过靶腺来控制我们身体的这种代谢 生长发育以及生殖 那么神经垂体呢 它是没有腺细胞的 它是由三老师底向下突出的 生经纤维组成的 它只是一个仓库 它储存下肖脑式上核 屎旁核分泌的抗力道技术和催产术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牢记的 那么我们还要知道 这个垂体和下肖脑之间的这种链接 是通过什么来组成的 因为下肖脑是我们重要的 皮脂下的植物性中枢 我们做安伤的垂体瘤 或者做轮氧管瘤 发现术后病人有很多很多这种情况 比如说心律的变化 比如这种觉醒的变化 甚至病人做完之后就昏迷不醒了 包括血压呼吸 包括消化道上下肖脑出血 包括这种垫炎之紊乱 尿崩 包括情绪的反应 包括病人术后这种摄氏中枢的反应 包括病人的这些 这些常规的一些很多重要的病发症 都是和下肖脑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我们谈到垂体就要谈到下肖脑 因为垂体往上涨的话 势必会突破安格去压迫下肖脑 或者说你在树中去切肿的时候 对下肖脑有一个侵扰 所以我们要知道下肖脑对内脏活动 它是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调节的 第一种它是通过发出这种下肩的神经纤维 到达植物中枢进行调节 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关注的 就是通过调节垂体的线垂体的内分泌的功能来影响内脏活动 可以看到下肖脑一个是通过垂体术控制神经垂体 另一个是通过这种门脉系统来通过控制线垂体的分泌 来调节我们的内分泌的系统 所以谈到垂体一定要了解到下肖脑 那么下肖脑垂体中间的链接 这种方式对我们为首途期 包括术后的一些管理有很大的一个理解的帮助 那么这些帮助表现什么方面呢 那么第一点我们看看它临床诊断方面的一些帮助的 对我们这些认识的帮助 那么垂体线瘤我们临床上面来分的话 就分为两种 一种是无功能线瘤 一种是功能性线瘤 那么功能线瘤常见的就是密乳树线瘤 最常见40%左右的垂体瘤是密乳树线瘤 对于女性来说很常见就是停经密乳不孕 那么男性呢可以看到乳房发育 以及这种密乳 看到男性乳房 一侧乳房明显比另一侧要大 那么对于肾脏基础线瘤病人来说的话 就更明显了 手脚的肥大 包括这个鼻翼啊 口唇啊 包括下颌的生出啊 这是所谓的地包天 平时老板人说的 这些都是 枝端肥大症一些临床的外观的表现 但是我们还要知道 这种高肾脏基础状态 对病人其他系统的这种影响 比如说对心脏系统 对心肌肥 造成心肌肥大呀 涉血分数啊 包括心慌啊 心育失常啊 包括对这种甲状腺的影响 包括对这个节肢肠腺流的发生率的影响 包括恶性肿肥的发生率 实际上就是病人 都是正常人大概三到五倍 再一个我们看到酷心病 虽然这是一个很罕见的一种垂体线瘤 但是它有一些特色性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满月脸 这个水流背 这个象星性肥胖 看到这些指纹都非常典型 那么还有一种更罕见的占百分之一左右的这种Ti3线瘤 我们可以看到病人 典型的甲康的症状就比较典型 所以了解这些密可以帮助我们去在临床上面直观的去理解这病人的这些表现的来源 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垂体线瘤会导致病人面目全非体内失调 那我们进行看看 认识垂体的内分泌功能对于我们术中有什么帮助 那么我们知道垂体的这种内分泌功能的重要性 我们术中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分辨垂体垂体饼以及肿瘤 那么我们不能一定要减少对正常垂体垂体饼的这种损伤 我们在术中一定要仔细的观察肿瘤的位置 色泽通过辨别色泽呀 质地呀 以及边界的寻找来来更好的全切肿瘤 而保护我们正常的垂体和垂体饼 那么对于甲包膜的寻找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 可能之前做的少的时候觉得甲包膜发生率没有报道那么高啊 但当然真的真的你真的你自己做自己慢慢去不厌其烦 去寻找的时候 你会发现对于这种 两三个公分的这种肿瘤的这种甲包膜的这种发生率还是很高的 我们沿着甲包膜慢慢的去玻璃去寻找 实际上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切肿瘤 更好的去保护垂体 然后术中的操作呢一定要轻柔 这个包括我们所谓的水滴型的信息的应用 这个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包括术中我们尽量少用或者避免使用双击电瘤 现在我们除了库达经节以外 我们一般的垂体瘤我们都不再使用双击电瘤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进一步的我们术后手术结束的时候对流浪的填充我们要适度 然后尽量避免使用一些刺激性的化学的一些药 化学的一些修补的材料或者胶体来帮助我们修补安底 这对正常垂体的直接的刺激作用都是很大的 所以包括对于这种手术的选择 可能我在协和做博士的时候 可能就是学的这种显微镜去做 但真正我们认识到内静的优势的时候 可能觉得对于即时这种微小的线流 比如说枯心啊 几毫米的枯心啊 或者生长激素线流 理论上可能显微镜又快 它的这个治疗和内静又没有去大区别的时候 但你做了更多的病例来看的话 可能对于微线流来说 内静可能还是有一些优势 还是会对病人的愈后可能更有一个好的作用 包括微手术器处理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就是我们术前的话 一定要进行一个完善的垂体功能评估 如果病人出现垂体功能低下 术前就有的话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样去做盲目的 或者炒出来去做手术 可能病人手术的风险会加大 所以我们术前需要根据情况来适当的补充垂体激素 来保证手术的安全性 包括微手术器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这个术后病人可能出现这些并发症和下车脑垂体有关 比如说尿崩啊 电解质稳乱啊 这些我们可能都要心里有术 然后术后的话 我们有些病人出现永久的垂体功能低下 包括前夜甚至后夜的长久的永久的妙崩 我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个长期的系组替代 来保证病人的生活质量 包括术后有些病人没有了一些生育功能 那么我们可以和富科内分泌的大夫一起帮助病人 进行一个生育功能的重建 来帮助病人恢复这种家庭和社会的功能 所以以上这几个方面 我想都是通过我们认识垂体的内分泌功能 来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 对垂体这个疾病建立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认识 通过这种认识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管理这个垂体病人 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来提高患者的预后 所以我们过渡到第二个部分 就是垂体偶发瘤 垂体偶发瘤应该是一个谈过多次的一个题目了 我们这里要强调的就是绝大多数垂体偶发瘤是 无功能的微线瘤都不需要处理的 所以这部分病人我们要收紧自己的这个手术刀 不要有些不需要处理的病人 我们不应该给病人处理 就让病人水访要解释清楚 那么这是一个很早之前做过的一个手术 肿瘤非常明确 是个男性无4岁的病人 单位组组体检的时候发现垂体单位 然后病人就到北京进一步的查 那看到病人的这个垂体的右下 往跌动方向有一个大概1.1公分的一个肿瘤 然后进一步我们查病人的视力视野 查内分泌激素 包括询问病史有没有垂体低功的表现 这些都没有 那么诊断就是一个垂体无功能线瘤 大概1公分1.1公分 那这个病人当时就做了 做了其实做了也无妨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这个学习啊 或者文献的阅读 包括一些精英的积累 那么我们对于以后遇到这种病人 他们我们选择谁访了还是手术呢 我想通过这个幻灯给大家说说我的一些看法 偶发瘤我想讲以下几点 就是如果我们准确的定义偶发瘤 因为偶发瘤现在 文献上有三个定义 一个是很宽泛的定义 一个是比较 我个人比较赞同的中间定义 还有一种很严格的定义 那么其实偶发瘤的病理类型有哪些 那么偶发瘤的自然病症到底如何 那说大部分偶发瘤不长是不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流行病学调查来支持这些理论 那么有些长有些不长 那么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预测的一些方法或者检查来帮助我们提前预测这份病人长还是不长 需不需要处理 包括我们一经诊断偶发瘤是如何确定手术指针 如何确定手术的方法的 包括我们诊断偶发瘤之后 让病人水访 那么水访的间隔 水访的检查 水访的计划 这些都有什么样的考量 所以我们想 对于一个偶发瘤的患者来说 我们既要考虑成本 要考虑治疗的风险以及收益 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三方博弈 我们希望给病人一个最好的最经济的一个方法来来做一个建议 先讲我发留了一个多层多层次的定义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完整的重切面 死章位的切面 垂体饼前页后页 这块是一个危险流 那么对于一个宽泛定义 就是很多人认为 偶然发现的安躯病变 比如说垂体瘤 瘤管瘤 狼肿 垂体真身 都可以叫垂体偶发瘤 就是Petitular incidental tumor 那么我个人 比较赞同和坚持的一个定义 应该就是 在进行与垂体病变无关的影像 影像学检查过程中 偶然发现的垂体线瘤 才能叫垂体偶发瘤 因为你叫的垂体偶发瘤 你是瘤管瘤或者是狼肿 是垂体真身 我觉得不应该定义为垂体偶发瘤 还有一种 很少一部分认为 学者认为 他们偶然发现的 无需干预的垂体线瘤 才能叫偶发瘤 所以他把偶发瘤 就直接定义为 一旦你整理偶发瘤 这份病人一定是无需干预的 那么我们 到底选择哪种定义呢 所以我个人觉得 对于这宽泛定义来说的话 偶然发现的垂体病变 安躯病变 你就称为垂体偶发瘤的话 他们的依据就是 无论是你发现的 偶发瘤是垂体瘤 瘤管瘤还是狼肿 一旦发现之后 后续的辅助检查 你比如说查视力视野 查垂体技术 查安全症状成功的 都是大同小异的 且手术指针的这种判断 以及随访计划也基本一致 所以他们建议 今后将垂体偶发瘤定义扩大化 把偶然发现的安躯病变 都叫做垂体偶发瘤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种定义是过于笼统的 不利于我们诊断和治疗的 然后少部分学者 狭义定义说 偶然发现的 无需治疗和干预的垂体瘤 叫垂体偶发瘤 我也觉得这部分病人 这个定义是过于武断的 因为你既然叫偶发瘤 偶然发现 那你一定要涉及到 下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你一过来就给它定义为 无需诊断和处理的话 你就太过于武断 不利于我们的诊断治疗 所以我依然坚持 偶发瘤的定义是 一定是偶然发现的垂体线流 它需不需要干预 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检查的 那么偶然发现 这个偶然可以是体检 可以是轻步的头部外伤 也可以是头痛 但是不能是因为视力视野受损 或者垂体激素分泌过多的表现 或者垂体低功的表现去查 那如果是因为其他的 后面视力视野的垂体的这种情况 去检查的话 发现了垂体线流 那就不能成为垂体偶发瘤 那我们看看垂体偶发瘤的发病率是多少 这是高的很惊人的 那么从影像学上来看的话 Chambers 他召集了50位志愿者进行CT扫描 他发现有10例 大概20% 安区有3到10毫米的这种病状 另一个学者 他对52例志愿者使用这种1.5T 3毫米乘后的MI扫描 他发现是38.5% 有2到5毫米的异常的信号 他考虑是垂体的站位 或者垂体微线流 那么结合文献 我们综合来文献 由CT上面看到的是 4%到20%的患者有垂体的偶发瘤 那持空则更高 是10%到38% 那么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文献 他做了一个麦大分析 他认为随机人群MI的准弹发生率是16.7% 那么就是100个人里面大概有16个 不到17个人会有垂体的偶发瘤的发生率 这是太高了 那么试检来看的话 可能也是很高的 第一个这个法国人试检 他228例的话 查出7例垂体线流 垂体偶发瘤 那3%比较低 那Ferger试检是151例 他竟然查出了47例的垂体偶发瘤 31% 所以不同文献报道了 那个发生率差异是很大的 大概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也有试检 发现这种大的垂体偶发瘤的 那发生率这种差异很大的原因 可能和你当时取的一些位置或者切片的厚度 可能不同有关系 所以有一篇文献中述了18903个垂体试检的结果 发现垂体线流垂体偶发瘤的平均发现率是10.7% 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这个垂体偶发瘤的发生率与性别与年龄没有差异 从16岁到86岁都有病人在垂体的尸检当中发现偶发瘤 所以我们综合这个影像学以及尸检的这个偶发瘤的发生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偶发瘤或者说垂体线流的携带者的这个基数是非常大的 我们以按照2018年北京长度人口2171万来算的话 可能偶发瘤的携带者超过360万 那么按中国总人口13.95亿人来算的话 可能垂体偶发瘤的携带者是2.3个亿 那我们知道真正的患者有这么多吗 肯定没有这么多 所以我们很多这种垂体线流一旦发生之后 它可能是永远是静默的 跟你相伴终生不再有这种基数分泌内型的变化 或者说不再有这种继续生长的可能性 因此大部分垂体偶发瘤都是无需干预的 那么哪部分人需要干预呢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往下去探讨 有文献报道说 需要干预治疗的垂体偶发 垂体线流的发生率是10万分之75到113 这比王中成比佑曼斯神经化科学里面 要高出的是大概十多倍将来发生率 最近的两个大规模的一个流调 一个是在比利时一个是在英国 他们的需要 你看这个clinically evident piteutral adenoma 是found to be as high as 千分之一 在Belgian population 在比利时人口里面 千分之一的人里面是有需要 临床干预的这个垂体流的 那么英国United Kingdom是千分之0.7 其中有千分之0.54是激素分泌性的 所以我们综合来看就是 虽然偶发流发生率很高 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 但是真正有临床表现的 需要临床干预的可能只有千分之一 那么按此患上的话 中国我们中国需要治疗的垂体线流的患者 可能是103万到132万 这才是一个和我们临床和我们门诊 看到的病人的基础是符合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这么换算一下 就是垂体偶发流可能和你相伴终身 而且99%是不再增长 不再增长不需要干预的 所以我们看到垂体线流的人群发生率可能10% 就十分之一 十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人带有这种垂体偶发流 但是真正需要干预的垂体线流是千分之一 一千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有需要治疗的垂体流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圆柄是一千个人群的话 需要治疗的垂体线流是一个人 那么把这需要治疗的垂体线流的人群拿出来来看的话 里面有50%是非倾气性的 有50%是倾气性的 比我们想象的比我们自行文献报的比较高 那么这里面有44%的病人是不需要治疗 不需要手术治疗 需要放疗或者需要药物治疗的 这里面大部分应该是密尽数线的 需要药物治疗 这里面有56%的病人是需要手术干预的 这个里面又有 a typical就是我们之前所定义的这种非垂体线流是6% 那么cacinoma就垂体线癌是2%0.2% 1000个人里面有两个垂体线癌需要手术治疗的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对垂体线流的这个临床发生率比较 比较我我个人认为就是比较卷确的一个中数 发表在那个去年的Petutrile杂志上面 那么治安病程我们来看的话 就是还是因为这个偶发流的这个水访的病人还是很少 所以他的水访的报道还是比较少的 比较有名的两个研究是Renic研究是11例无症状的偶发流 7例微线流4例中等线流 就是中等线流一个公分到两个公分的 他们大概都水访了12到96个月 微线流里面只有一例病人从5毫米涨到了9毫米 大线流4例大线流里面有一例 从1.4厘米涨到了2厘米 另一个研究Doloban研究是亚本量稍微大一点 31例无症状的偶发流里面有15例微线流 16例中等线流 那么水访的时间它长一点 平均是6.4年 里面只有一例大线流 中等线流病人从15毫米到20毫米 这个时候病人也出现了视野的缺损 所以也选择了手术 另外15例微线流里面只有4例病人 增大了大概1到2个毫米 我想这1两个毫米可能更多的 还要考虑一些你磁工症切面的一些选择呀 这些误差 所以中和两个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微线流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那么中等线流可能还有一些少部分病人会生长 所以我们综合影像学和事件检查结果 我们认为偶然发现了垂底偶发瘤 它很少再去长的 但是有没有长的 有长的 你看这个男性病人是25岁 体检发现了一个4毫米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肿瘤 病人因为很惧怕全麻 惧怕这个手术 所以他选择了这个水访 那水访一年之后 没有什么症状 他回来查了一下 肿瘤长得很快 从4毫米长到了20毫米 他的视野也没有问题 但是国外的这个文献里面就提到 这个病人还是坚持不手术 然后选择水访 那么继续水访半年之后 病人出现了视力的下降 视野的缺损 这时候再来看的话 肿瘤已经变成了一个50毫米的 5公分的一个大线 这个这种水访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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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我觉得可能只是在文献里面提到 在国内的话 我想任何一个大夫 从4毫米的肿瘤长到了20毫米的话 可能会强烈建议病人去把它做掉 而不会继续选择去去观察 等到这个5公分的这个肿瘤再去做的时候 我想可能切除的这种难度 包括全切率可能会很低了 因此我们一旦在门诊遇到病人来说 我是偶然发现的这个垂体线瘤 我们要做什么呢 首先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病史的提取 几个检查 看看病人有没有垂体线瘤相关的症状 有没有垂体激功啊 有没有垂体激素过分泌啊 有没有这个视力视野的情况 同时我们还要做一些辅助检查 比如说做一个按据增强的保守的磁工证 来明确肿瘤的位置大小和视神经的关系 和海蜊痘的关系 同时我们要全面的查垂内分泌激素 来评估激素这种过分泌的这种综合针 包括评估一下病人有没有垂体功能低下 就肿瘤压迫垂体 使垂体功能低下的一些症状 同时我们对一些病人怀疑 软管瘤或者其他肿瘤的时候 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个CT 来进行一个界面诊断 同时对于这种病人有主术视力不好的 或者说看到肿瘤和视神经视交叉 比较相近的时候 我们可能建议患者去查视力视野 所以所有的疑伸病人 我们要查信天六项 查肾脏激素RGF1 查皮脂醇ATTH 以及2422的尿油 皮脂醇包括查甲工五项 综合这些病史 包括体格检查 磁工证结果 内分泌激素检查 我们可以给病人一个比较 比较全面的一个诊断 同时告诉病人 需要尽快的干预或者手术 或者建议病人去做水访的 这里讲一下这个 一个特别的健面诊断 就是垂体增生 因为很多时候 确实遇到一些垂体增生的病人 被误诊为垂体瘤 然后甚至去开了刀 或者去做了放疗 或者做了其他干预的 导致病人育后很差的一些病例 所以我们要知道 垂体增生是因为细胞肥大 或者数量增多造成了一个体积增大 它不是垂体腺瘤 这份病人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生理性的垂体增生的病人 常出现在青春期 比如说16岁的小姑娘小伙子 或者女性认识的时候 都会出现生理性的增大 包括一些脚上腺癌的病人 把脚上腺大部分切除了 或者全切了之后 没有规律的服用油甲乐 可能病人出现一个假攻 假滴之后 反馈性的导致垂体的增生 但是在磁工症上面 这个垂体增生和垂体腺瘤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你比如说垂体腺瘤 我们增强之后 是一些微小的站位 而垂体腺瘤特点是 它对着性的增大 然后上突 像一个中型 然后增强之后 它是均匀的增强 没有看到一些小的站位 看这个病人就比较典型 一个典型的一个 均匀的垂体增强 而且是一个中型 这是垂体 这是视角差 后院也能看到 我们起用的病史 病人是一个 没有规律服用 油甲乐的一个 假装腺癌的患者 给它开了 这个预典型的 回去服用之后 三个月复长 整个垂体又恢复了 这个 这个 往日的面貌吧 可以看到 视角差 垂体饼 后夜 前夜都非常明确 所以 我简单总结了一下 偶发瘤的处理 一些原则 首先 如果说 病人首次来诊断 偶发瘤 那么 什么情况下 需要 立刻手术呢 第一个就是 垂体密宿线流以外的 高分泌肿瘤 需要立刻手术 第二个是 病变引起了 视力视野的问题 或者病变引起了 垂体低功啊 或者甚至压迫了 海绵豆 引起了这种 海绵豆中国针 所以这份病人 来了之后 肯定是首选 立刻需要手术 不能观察的 那另一份病人呢 比如说 肿瘤不大 一公分 或者一点几个公分 肿瘤和 这个 重工证上面呢 看肿瘤和视角差 碰到了 但是 病人查视力视野 是正常的 这份病人 我觉得可以 稍微观察一下 因为还是 这份病人 肿瘤还是 很大的几率 是不长的 包括 特别是年龄大的 比如说 幼七十岁 七八十岁的老年病人 这个时候 病人的病发症 也比较多 基础疾病 也比较多 肿瘤活性 增大的这种 可能也比较低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看 去水访 那么水访当中 我们有一些 绝对的守护职人 比如说水访当中 小肿瘤明显增大的时候 就刚才那个病人 从四毫米 长到了两厘米 一年当中 证明这个肿瘤的 增值活性特别强 那肯定要 建议患者 尽快地把它做掉 水访当中 出现的 垂体低功 也是一个 绝对手术指针 那么水访当中 出现垂体直中 病人出现的一些 具体的头痛 一些症状的话 我们也建议患者 尽快地把它做掉 那么水访当中 有一些相对的 手术指针 比如说 有些大腺瘤病人 不愿意水访 他就移病站 觉得自己带个肿瘤 就是很难受 所以这个时候 跟患者谈清楚 可以把它做掉 包括一些危险瘤 病人出现头疼 这种头疼 可能和肿瘤有关 也可能没关 所以这个时候 也可以考虑把它做掉 那么有些危险瘤 但是它长的位置 可能不太比较特殊 比如说 长得特别靠上 特别靠近视交叉 或长得特别靠一侧 压迫 很容易长到 长进海绵头的话 这个时候 如果病人很积极的话 讲清楚手术的 这个并发症 预后 可能也可以去 给它做掉 我是这么想的 那么 有些有发瘤 它是一经发现 虽然是一个肿瘤 但病人一问病史 出现了 近几个月出现 乳房增大 乳头密乳的时候 一查激素 是一个密乳腺瘤 那这个时候 肯定是首选 休养治疗 三个月之后 症状消失了 那这个病人 比如说男性 体检发现垂体线流 也就是一公分 但是靠一侧 海绵豆 靠右侧海绵豆 那这个时候 肠丸激素 也是一个无功能 无功能线流 病人又没有垂体 垂体低功能症状 没有其他的症状 那这个时候 选择水访和手术呢 我想 我更倾向于 进行水访 虽然说 做手术的一个 原因可能依据就是 这个肿瘤 可能太靠近一侧海绵豆了 可能会 长起来的话 就立刻包扰了 右侧的海绵豆 手术 全体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我 依然认为 这个肿瘤 进一步增长的可能性 还是 很小 所以 我可能会建议患者 进行水访 密切的水访 那么对于所有的患者 你既然建议患者 进行水访的话 你要使用水访APP 或者建议水访卡 跟患者建立一个 定时的联系 对于这种大线流 我们建议可能半年 就要水访 就是水访的这个频率 要小一点 要短一点 那微线流的话 可能一年一长 那么三年之后 总的都没有变好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 就可以放宽水访的 这种连线 可能三年五年 再水访都可以 那么对于肿瘤 可能和视角差 比较近的时候 我们每次复材的时候 可能除了要查 磁工证 激素以外 可能还要查 视力视野 因此以上 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想给大家 这个汇报的是 这种 我发流的一个 处理的原则 我个人的想法 可能也不太成熟 欢迎我们的同档 我们的老师 跟我去交流 进一步的交流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大部分 催理偶发流是不长的 我们看看另一个极端 就是催理肿瘤的 一个第二个极端 就是南静催理腺癌 催理腺癌 我们知道 这个催理腺癌 是个大部分 就是良性的 90%可以通过药物 手术放疗 获得控制 比如说 这是一个 这大菲大丹病人 他这个左侧 可能有一个 轻微的 对这个 海梅豆 内特币的一个推挤 我们书中 也是正式的 是个推挤 手术当中 把它切得很干净 病人术后 这个肾脏基础 降到了1以下 获得一个 所谓内特币的治愈 那这个病人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手术 来帮助病人 获得一个内特币的治愈 但是对于这种 大肿瘤 完全 往岸上去长的 这种 既 包扰两侧 海梅豆 又往岸上去长的 这种 这种 这个 一侧都是肿瘤 然后整个面部 都已经发生畸形的 这种催理腺瘤 我们怎么办呢 对于这种肿瘤 我们可能 手术 放疗 包括药治疗 都不能控制肿瘤 病人出现失明 不怨不遇 各种并发症 甚至病人死亡 所以对于这种肿瘤 我们实在临床上面 可能也曾经碰到过 这种病人对于我们来说 是我们 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么对于这种 这种 这种病人的话 其实国外也是在 对他的命名 有一些 有一些争议 就因为这种 催理腺瘤 有良性到恶性的 生物学行为的话 就是 2016年 这个 有一个 叫 世界 病理 病理学家联合会 他们就 在那个 一阶一发文 说 想把催理腺瘤 这个命名改成 叫垂体内部命肿瘤 叫 Peteuterine Neural Endocrine Tumors 就是 PETNET 就是垂体 神经内部命肿瘤 他们 这个证据之一 就是 垂体腺瘤 它不是一个 完全良性的东西 它是一个像 其他 神经内部命肿瘤 比如说 一线 神经内部命肿瘤 一样的 一个从良性到恶性 过渡的一个 肿瘤 包括它产生 这个激素的 这个 肿瘤细胞 也是属于 神经内部命肿瘤 家族的成员 所以他们认为 应该改成 叫垂体内部命肿瘤 而且 近几年 近两年 很多欧洲的学者 发的文章 也 不把这个 也不把垂体腺瘤 称为垂体腺瘤 就直接叫 Pete Net 但是呢 紧接着 以 内部命肿瘤 学家 特别是美国 法国 这些代表人物 比如说 我这个 博士后的导师 史诺诺 他们联合了一些 内部命肿瘤 他们就在 Pete Net 杂志上面 从 以 Pete Net Society 就是垂体联合会的 这种角度 去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们认为 用 Tumor 代替 Adenoma 会造成 额外的奇异 因为 Tumor 它不知道是 良性恶性 Adenoma 是一个 细胞来源的 良性肿瘤 它觉得这样 会对患者造成 困扰 让患者 不知道自己是 良性恶性的东西 然后 他们认为 有这种恶性的 垂体腺癌的 这种行为的 病人 还是很少 所以 你这么去 草率的 把这个 命名就改了 可能对 临床的指导 意义不大 还会造成 患者的困扰 所以他们建议呢 就不再去 用Pete Net 所以 目前呢 发表的文献 可能 有很多人用Pete Net 有很多人用Pete Net 所以 也是在进行一个争议 那么 我们不管了 我们看看 我们了解它 为什么有这样的争议的话 我们知道 人群有20%的 垂体偶发率的发生率 但大部分 99%的病人是 终身携带 不再变化 我们只是偶然的发现它 那进一步的 我们可以遇到一些 可以干预 并可以 治愈的垂体腺癌 比如说这种无功能线流 虽然是挺大的 三公分 但是我们经过手术 可以把它全切的 病人水访 可能五年十年 也不再 也不再 也不再复发的 对于一些 大的 比如说 这种 肿瘤 我们可能 联合手术 药物放了 也无法去 给病人 完全控制肿瘤 还有一些 比如说 有 转移的垂体腺癌的病人 男性垂体腺癌的病人 我们可能 看的少一点 但是 确实还有这样的病人 所以 垂体腺癌有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就是 百分之九十九的病人是 他和你 终身 和平相处 还有一些病人 肿瘤一长 就长成这样 奇心怪状 一长就是 两处病灶 符合垂体腺癌的诊断的 一个病人 所以如何早期 发现 并定义这么种 其实WHO 也一直在 最要努力 最早 把这么种 就较为invasive 就紧急性腺癌 他们主要是根据 影像学 以及素中所见来判断 然后04年的大班 就分行了 他们从病理角度 用Kanus-7 P53 来定义一部分 叫atipical 它大概的发生率 在6%到15%之间 但是呢 经过这十多年的 大家的一个 预后的判断 这个病人对立研究的 这个病人的预后判断 发现 atipical的病人 其实对预后的 这个指导价值不大 很多atipical的病人 价值很好 或者预后很好 然后很多 那个 typical的病人 就典型的垂直线流 它反而 预后很差 所以 17年的大罗学分行 就把这个atipical 摒替了 提出了aggressive的 一个定义 然后aggressive定义 我们中文就 把它翻译为 男子性垂直线流 然后 王仁值 包括我们这个 克里组 我们还 提出了另一个 命名的 次元叫refractory 目前呢 我们也正在完善 这个refractory的定义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男子性垂直线流 无论是诊断 还是治疗 我们都有很多的 一个要做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诊断标准 目前还是不详细 我们如何找一些 很好的一些 临床诊断的一些 手段来判断的话 对于我们治疗 可能会有一些 作用 包括治疗的话 我们目前除了手术 放疗 没有一些很好的 治疗靶点和靶行药物 所以17年的WH分型 除了提出来一些新的东西以外 它们有三点都是在围绕 这个男子性垂直线流 提出了 比如说它废除 atypical 提出aggressive男子性垂直线流 比如说它提出 五种高微型的垂直线流 它的欲合很差 叫high risk 比如说它提出 用QI67 以及核分裂指数来评估 这个种的增值活性 这都是WHO为了来 来来来诊断男子性垂直线流 做出了一些努力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WHO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它17年的分型 新分型 比04年来说的话 它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因为04年的分型 包括现在我们经常常用的 都是根据 病人的瘤症表现 以及分泌的激素来分类 比如说 密尔素线流 生长激素线流 这都是根据 病人分泌的激素来进行分型 那么17年的WHO分型 它就建议我们 要根据这个 肿瘤细胞的分化起源 进行分类 那么起源 主要根据三个 这个肿瘤因子 比如TIPIT PIT1 以及FF1 分为三个普系 它建议我们把 生长激素线流 就改名 改为成 生长激素细胞线流 因为这个线瘤的起源 就是生长激素细胞 我们下面来进一步的来看 这个普系分型是怎么来的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ROX 狼这个地方有垂体的干细胞 那干细胞通过表达不同的转流因子 分为三个通路去进一步的去发生 去分化 表达TP的转流因子 它就分化为处生长线皮脂激素细胞 那这份细胞发生的突变 它就产生这个HTH线流 那PIT1 表现PIT1的这部分 转流因子的病人 它就变成了生长激素干细胞 那干细胞 既可以转化成生长激素细胞线流 又可以 转化为 密入素生长细胞干细胞线流 还有可以分化为处生长线细胞线流 所以我们经常 临床看到的多分泌激素线流 可以看到GH密入素的 可以看到GH GSH的 因为它是来源于一个 PIT1转流因子表达的 一个生长激素干细胞 这个起源 然后另一个 新线激素起源的细胞 它们特性的表达FF1 SF1这个转流因子 同时还有GET2和ER 这样的一个 一个因子的表达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一个干细胞 它可以三条通路 分化下来 所以它的起源不同 它的产生的 总流就不同 那么它的意义就是 把这个诊断 从工人学的诊断 深入到发生学了 所以我们诊断不只是根据 总流细胞的分泌 基础素种类来分裂 而是从发生学上 进行它的分类 更详细 更准确 便于我们对它进行 深入的研究 以及研究之后 设计一些靶相的治疗的方法 那么预护判断也是一样 这种分子水平的 这种发生学的分类 可以帮助我们 清晰的认识 我们总的来源 比如说 多就是P1 阳性腺瘤 无细胞 普系分化的裸细胞 就是Narcell 和零细胞腺瘤 这部分病人来源 我们就知道 它的起源是什么 它的预后 我们怎么去看待 所以 分化普系分型 我想在未来的 这个几年当中 一定会越来越 渗入到各个医院 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 绝大多数 这种一线医院 比如协和医院 环虎医院 宣武医院 包括广州的一些医院 都 我说知道了 都使用病理科 给病理报告的时候 都直接打出了这种 分化普系的分型 因为 因此我们神经华科大夫 腿腿胞科大夫 一定要知道 这个分化普系分型的 这种意义和价值 那么 对于大大区分型来说 他们 他们 废除了这个 提出了aggressive 这样的一个 一个方法之后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要认识到几点 就是 我们要 认识到 和病理科大夫 去合作 去判定 通过核分类项 以及K667指数 以及周围组织 侵犯的程度 来判断病人的 肿瘤的活性 以及告诉病人 这个 愈后的一些情况 包括水访的情况 同时 大家就提出了 五种 high risk adenoma 这五种是 比如说 吸收颗粒型的 肾脏基础线流 大家比较熟悉了 男性 垂体密质素线流 禁忌型的垂体 acid树线流 Crocus 细胞线流 以及多分泌 多基础分泌 批的旺阳性的垂体线流 这五种线流 它的愈后 都是很差的 它的共同特点 就是存在一些 恶行送血行为 紧性率比较强 病人的无路生存比较短 负发率高 愈后比较差 所以 病理报告上 打出这些性流之后 我们可能需要 高知患者 以及家属 他的愈后比较差 可能要增加 睡房的密度 延长睡房的收期 同时我们可能 病人一旦出现 负发率增相 我们要尽快的干预 这个致命颗粒型 和吸收颗粒型 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特别是 身上吸收线流里面 我们吸收颗粒型的肿瘤 我们一定要严格对待 这份病人 他的一般的年龄 更轻 然后肿瘤更大 倾益更强 同时他对 身上医术 内饰物的这种 药物的疗效 也比较差 对于手术 对于放疗的疗效 也比较差 这份病人的愈后 比较差 所以我们神经管理医师 必须重视 新的病理分型的意义 以此来帮助我们 进行临床病人的管理 和预后的评估 但是 WH分型呢 还是有一些 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深入 去做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 虽然这种分型 是一个发生学的分型 但是它的发生机制 研究还是很慢 目前没有良好的 一些百肖药物来做 虽然目前 对于身上接触线流 有GNS这种突变 包括Cushing 赵药教授发现了 这USP8的这种突变 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些 很好的百肖药物 去针对这些通路 这些拔点 去做百肖治疗 包括我们目前认为 男子性垂直线流的定义 目前还是不详尽的 仅仅用核分裂项 以及KLSC指数 来做参考的话 远不能满足临床的需求 而且目前针对 男子性垂直线流 还是没有很好的 一个治疗的选择 或者治疗的组合来帮助我们 改善病人的愈后 因此呢 过去的这个 试当中 王老师催地组呢 他带着我们 大概 大概本院的 一些医生 四五名医生 包括他的一些研究生 博士生做了 男子性垂直线流方面的 一些基础和临床的工作 这部分临床的工作 简单汇报一下 就是筛选的五十例 想筛选五十例 男子性垂直线的病人 进行一个 这个临床的 病理标注物 包括临床特征的一些观察 同时 用提摩座床进行一个 试验线的治疗 看看他的这个效果如何 那么这是 总结了39例的 催地线流 以及三例催地线癌的 一些临床特征 然后我们看到 这是1197例 病人里面有39例男子 那么他的发生率是3.3% 国外最高的报道 有15%的 低于国外的报道 那么催地线癌的发生率 是0.25% 比国外的0.1% 到1% 差不多 然后这个里面的 所有的病人 是100%接受过 1到6次手术 然后90%的病人 接受过1到5次的放疗 那这份病人里面 男性居多 男性居多 然后病人的发病灵令 诊断年龄 是要比 同期的 普通的催地瘤 要晚 5岁左右 这也是提示 病人可能经过多数治疗 才出现了一种 男子的过渡 然后这个里面 比国外的 aggressive定义里面 更全的是 这里面有79%的病人 我们诊断的时候 发现病人的肿瘤 是在涨的 病人的激素 是在继续上升的 然后我们评估 两次 以上的 重症的体积 我们发现 这种体积的增长速度 它是每个病人 一般都大于3%的 所以我们进一步的去 找到它的一些区别 比如说 这个我们的 390男子的里面的 平均的总的直径 是4.5公分 而非男子组的话 只有1.5公分 所以总的直径 是提示男子的一个因素 然后Kindle C也是一样 我们在男子组的话 Kindle C平均值是6.9 而非男子的话1.2 所以Kindle C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因素 而且我们发现 同一个病人 多次手术的 这个病理的Kindle C 它都是增高的 所以手术次数 它是递增的 包括P53也是 随着手术的次数 P53的这个表达是递增的 MGMT也是 随着次数递增 然后多次手术 可能导致T5专 耐药 包括我们找了MMP9 EGFR 都可能 是我们提示男子的 一个标志物 因此我们在原先的定义里面 正在投稿的篇文章 就加了一些 一些新的概念 比如说 你诊断男子的话 你需要 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肿瘤的 肿瘤一定是在 尽性的长大的 而不是肿瘤是静默的 然后这个肿瘤的 这个体积的增长 速度是 一定要大于3% 每个月的 包括Kindle C大于6% 我们可能 第一次诊断 就可能怀疑是 男子应启的限流 那么大于10%的话 我们可能要 严格 怀疑 垂体原胃癌的 可能性 包括我们要 进一步的去查一些 EGFR MMP9 这些标志物 来提示 我们的预后 同时我们 根据 最早06年的 这个一篇 case report 我们发现 T-MMP9 可以帮助我们 治疗这些 难以控制的 垂直线流 那我们这组 病人里面 整个的 有效率 在60%左右 对于病人来说 应该获得一个 就是一半以上的 病人获得一个 很好的控制的话 那这个药物的 这个价值 还是很大的 看两个 比较典型的病例 病人 是以这个面部 脏痛 突出 麻木来的 在耳鼻喉做了一个 晶蝶的 一个蝶毒 种物的 活解 诊断是 垂直线流 开弹是3% 那么我们 到了 就是 refer到我们 神经外科 一看 哦 种瘤太大了 也无论是做 晶蝶 开炉都 难以治疗 跟病人 交流之后 病人同意做 T-MMP9 和放疗 这种同步放疗 那么 做了 六个疗程之后 做了六个疗程 T-MMP9 一层放疗之后 种瘤的体积 下降了 接近70% 然后 再做六个疗程的 T-MMP9 治疗之后 整个肿瘤 就 整个 安内 安上 海绵痘 包括 左侧的 裂液 这块肿瘤 都已经说 说得很小了 病人 肿瘤 已经降得很 很小了 这病人现在目前 已经停药观察 看看 停药之后 病人肿瘤的 这种情况 包括 第二个肿瘤 这种 做了三次经节 一次开炉的 两次肛瘤到的一个 右侧包脑的一个枯心病 我们 给了十个老汗的 T-MMP9 之后 肿瘤可能 已经 不可见了 然后 无论是 ACTH还是皮脂醇 包括病人症状 都会明显改善 你看 这个 病人第一次做 磁瘤的时候 整个面部的脂肪 特别多 那 现在在做的时候 面部脂肪 明显就减少了 同时 这个广告 那个 王老带着我们 和国内十家 神经华科中心 做了一个 国内的第一个 垂直线流领域的 一个随机双盲的 一个对照实验 我们想 募集 144例这种 蓝色性的 垂直线流病人 进行一个 T-MMP9 的一个 随机双盲的 一个对照性研究 如果 各位 老师 各位 中心有 这样的病人的话 可以 推荐到我们 这十家中心 来 来进行一个治疗 那第四个部分 给各位老师 回顾一下 就是我自己的 对 神经内境的 一个 学习的 一个曲线 那垂直线流的 治疗这一块 包括了手术 放疗 药物 三驾马车 那么 手术这一块 我们知道 是我们神经外科 大夫的 这个 安身立命的 本事了 放疗和药物 都有我们 放疗科的医生 包括内面的医生 在帮助我们 MTT团队来做 那么对于手术来说 我们 就不再回顾 这个历史严格了 有 有兴趣的 这个老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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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这方面的一些 一些文献 我从这个 博士期间 跟着王老去 做垂直流 还记得 当时就是 一步步学 这个 显微镜下去做 我觉得显微镜 做垂直流 最小的总的来说 确实 很快 它的优势是很快 可能你可能 半小时 手电的话 半小时 一个小时 可能就 把肿流 切干净了 就结束了 一天 可能一个手指 能排 六台 七台 这样的肿流 也能做完 但是 真正 自己去 独立做 内经之后 发现内经的魅力 其实 确实很吸引人 我们看内经下 垂直腺流的 这种疗效的话 14年的 美国 之大的一个 治疗指南 他们说的话 首饰经碟 病人 那微镜流 是80%的治疗率 那大线流 只有40%到50% 就接近一半的治疗率 所以这个 和我们自己内心来讲 认为的 这种治疗率是 有差距的 我们觉得 微线流可能 很高 大线流也 可能很高 但是确实 我们来水访 严格的水访的话 这种治疗率 还是很低的 包括优漫士 神经化科学也说了 现在应用比以前 更加严格的 那些标准来评价 手术疗效史 手术效果并不像 以前认为的那样好 所以放在我们 神经化科学面前 对于年轻大夫来说 就如何更快的去 去让我们 这个学习的曲线 变得平缓 所以我个人觉得 对精兵内境来说 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可能 需要分四步 四步走 第一个 我们可能需要 更多的 在接触之前 要完成 我们的理论学习 比如说内境的构成 包括我们要 要成加一些 解剖课程的学习 手术录像的学习 包括手术试音针 刚才我说的 这种内分比知识 包括诊断的知识 这些学习 包括观摩手术 观看手术录像 我们理论知识 要储备够了 我们 进一步的 可以通过这种 内境模拟器 现在刀锋做了 一个很好的 内境模拟器 包括青胶的模型 包括 这个尸头的绚炼 包括我们 这个手眼的配合 包括 两地 因为我们内境 是个两地的 两地的这个操作 和我们那个显微镜 还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器械的使用 都可以通过 我们 这个基本 机能的这种积累 来帮助我们 很快的适应 然后第三步 我们可能通过内境撒条扒除 包括给 给树者当移注 包括后来慢慢做多了之后 可以做一些简单肿瘤的切除 来达到一个普通水平 那我们从普通水平到高阶水平的话 可能我们就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了 我们更多的需要 和树者一起去 做好移注 做好这个 寝性肿瘤 安上肿瘤 罗云广瘤 库拉经贴 这种 这种肿瘤的这种切除 当好你的移注 然后反复的去看手录像 同时回过头来去 做 这种解剖 所以我 我个人所了解的 国内年轻大夫做的比较好的 经贴手术 你像 像横利君 像张志国 像那个 周培志这样的 年轻大夫的 包括协和医院的邓坎 邓坎大夫 都内境手术做的非常非常好 我想 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可能 更多的 通过我们自己的平时的积累 包括跟他们的交流 包括手术路上的观摩 特别是解剖的学习 来尽快的让我们这个学习 曲线变得更加平缓 我个人觉得 对于内境学习 可能是解剖为根本 然后我们要学学静静 不能盲目 刚刚学会 普通的学习的切除 就想去做扩大经叠 就想去做安上的 甚至就想去做 山老史型的这种 这种流氧管流 我想可能 会达到一个 很很坏的结果 因此我想 可能前去渐进 是我们这个 必须遵守的一个原则 同时我们也需要 联合一些先进的技术 比如说导航 多普乐 电视力监测 包括有些医院 现在都有的这种 疏忠持工证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 改善和提高疗效 同时还是对我们 个人来说的话 我个人还是强调 反复的内境下的 解剖的学习 是我们目前要坚持的 一个根本 在协科的时候 跟着王老做了一些 课题 包括两个首发的 重点课题 就是通过 输中导航 输中时空 输中超声 地生理技术 来对这种 侵习性的这种肿瘤 进行一个最大范围的切除 第五点 给各位汇报一下 就是作为一个年轻大夫 如何去和MDT的老师 进行沟通 包括如果以后 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如何去建立自己的MDT 我想做MDT的一个原则 可能就是大家抱团 一起去前进了 那么MDT传统的模式就是 病人看完内科 看完一眼科 再来神经外科 再看病理科 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现在的模式就是 病人 一个疑难达难的病人 来了之后 他只要挂一个MDT的号 那么一个MDT的团队 七八个大夫 同时问诊 同时一下子就可以 通过一次就诊 就可以给病人一个 很好的一个建议 那么现在的MDT模式 它最好的一个 对病人来说的话 就是降低患者的死亡率 和病发症的发生率 同时改善患者的 育后和生活质量 所以我们还是要 强调自己的内分秘的知识 内分秘的背景 所以不知内分秘 不做催体流 MDT对于团队本身 对于我们自己神经外科大夫 或者内分秘大夫 有没有益处呢 也是很有益处的 首先一个MDT 可以共同的去 给病人做出决策 治疗的建议 减少团队成员的心理压力 这个文献上面 就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 然后同时增加了团队成员之间 相互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 然后可以帮助 我们年轻的医生 进行大夫 进行系统化的培训 比如神经外科的医生 可以到内分秘科去查房 或者去听讲座 或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 进行一个专项的 一个临床和研究工作 那这是我们宣武医院的 一个MDT团队 包括我们神经外科 放疗科 耳鼻喉科 副科 眼科 我们内门科 然后影像科 病理科 我们日常工作 即包括平时的诊疗 还需要我们 去培训下级医师 进修医师 研究生 同时我们还要共同去收集 水访的临床资料 进行临床研究 那我们这是一个制定的 一个MDT的 宣武医院的MDT流程 其实可能90% 95%的都是常规病例 他就诊神经外科 内科病科 阿B科科 我们阿B科科也做了很多的 一年做很多 催泌性的病例 所以 常规病例可能 就诊完了之后 就进入到手术 或者药物放疗里面 去治疗了 对于一些特殊病例 比如说诊断不清的 必须复发的病例 治疗困难的 需要功能重新的病例 我们可能会让病人 直接到MDT门诊 进行一个会诊 然后需要的话 到那边科 进行一个住院的评估 或者为止如期的 一个提前的一个治疗 然后进行一个 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包括手术 放疗 联合去做 同时我们 这样的特殊病人 我们会有一个 联合门诊 进行一个专人的病理的 专人的一个 去水访 包括资料的一些收集 这是那个 匹特勒杂志 17年发的一个叫 作业垂底中心的 一个文章 它的目的就是 帮助全世界各地 去评估 或者去设立一个 统一的标准 去评估 这个垂底中心 是不是很优秀 是不是达到我们的 优秀的标准 因此 他提出来 垂底中心 最主要的医生 是神经外科医生 和内科医医生 同时要结合神经影像 神经病理 神经放疗 神经眼科 最主要的工作是 为患者提供治疗 同时我们要 卫生管理政策 提供一些资讯 通过做些研究 进行论文发表 然后 做一些 其他的一些工作 提出了13点的要求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看一看 很多 我想 这里面 我们要重点提出来 对神经外科医生的要求 首先 他提出来 我们很多人也知道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 你垂底手术医生的水平 决定病人的愈后 那么 如何 成为一个优秀的 神经外科 垂底的专科医生呢 除了你要掌握 颅底 显微技术 和内静的技术以外 你更需要 对下降到垂体的 生理学 内分泌评估 有着扎实的知识 而且需要 进行持续的 病人的管理 和手术的实践 那么 他提出来 我们要 培养一个垂底外科 专科医生的话 我们要经过四步 第一个 这个外科医生 要经过 专科医师培训 然后专科医师培训之后 要在一个 较高水平的垂体中心 进行手术的培训 以及病人管理的培训 这些知识的积累 第三个 要持续的 在这个中心 进行手术实践 从医住到宿者 同时 拿到一定的基金 对垂体的 这些工作 进行一些相关的 一些临床研究 基础研究 然后 总结自己的经验 在医学期刊 书籍 专注上 发表文章 最终的目的是 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 所以 一个外科大夫的 这个垂体外科大夫的 培养 可能 至少需要 十年时间 四年的专科培训 两年的 这个 这个病人的管理 以及医住啊 这样的一个培训 到自己 一些简单的手术 包括建立自己的团队 我想 可能 要更多的时间去 琢磨这件事 那么第六点 给各位 讲一讲 我对垂体研究的 一个想法 因为目前 很多外科大夫 觉得 那个 我们做好手术就行 不需要去做科研 我想 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 他觉得科研没有用处 第二个 觉得自己太忙 没有时间 第三个 他觉得 这个研究可能是 有专人来做 比较好 我想 可能各有各的道理吧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我觉得 临床上面 遇到了98% 95% 我的病例 都是常规的病例 我们把这名病人 管理好 把这名病人 质量留好 可能遇到一些 2% 5% 的特殊病例的话 这部分就是我们 作为一个 普通的大夫 和一个比较优秀的 很容易大夫的 一个区别 我们把这部分 病人要治疗好的话 研究好的话 可能就会帮助我们 很快的去提升 自己的水平 包括学科的水平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 就虚传 另外一个在做的 我们手术的研究 我们在做 三点外四镜 和解剖实验室 一起做解剖 尸体的研究 我们很快可能 要做一些 临床病人的一些 工作 包括我们做一些 海绵豆的 解剖学的研究 包括我们想做一些 手术的研究 包括我们现在 在申请一个 陈哥指导 申请一个 扬帆计划 就是围绕一个 多技术联合 来切除 这个海绵豆 包括安上的一些 病变的一些 解剖学 和临床的一些研究 包括我们还想做的一些 包括已经做的 就是我们 很普通的一个现象 就是进阶术后 病人嗅觉的缺失 到底缺失的发生率 是多少 我们术中 如何来避免 这种嗅觉的 这种缺失 包括术后 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 干预的方法 比如说鼻腔清理 来帮助病人 恢复嗅觉 这是我们在做的 包括我们现在 在做的一个 南京催离腺炎的 一个药物研究 都是我们在 在做的 那很多大夫说 我们可能都是 市籍医院 或者说我们 没有太多的基础 我们怎么去做研究 我想 你可能做不了 细胞实验 做不了动物实验 你也写不了 专家数评 可能你可以从 病例报告开始去做 遇到一个特殊病例 比如说一个 催离农肿 或者遇到一个 寒净的催离炎 这样的病人 你可能留好病人 临床资料 病理资料 包括病人 预后做好之后 水访做好之后 可以写个case 通过一两个case的积累 我们可以 记得到十个二十个 甚至更多的病例 我们可以做一个 对照的回顾性的研究 进一步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 对立研究 所以我想 从一个特殊的 病例报告开始 做自己的研究 是一个比较 比较踏实 或者比较 简单可行的一个方法 那么 以 资大菲拉伸为例 那 资大菲拉伸在目前 它的发病机式 是很明确的 比如说 资脏激素线流 分泌了资脏激素之后 通过肝脏分泌 RGF1 对病人的这个 整个各个系统 产生 各种各样的影响 手脚啊 这样的 那我们可以和影响科合作 通过影响主学 来判断 手术疗效 就是通过影响主 提前判断手术疗效 以病人愈后 那么和麻醉科合作 我们可以看看 包括耳鼻喉 我们看看喉静下 组织增生 和气管插管的关系 这样有没有一个 术前可以评估一下 分级之后 我们可以告诉 告诉麻醉科大夫 这样的病人 需不需要 困难插管的一个准备 包括和心内科 超中科一起去评估术前 术后心脏病患 这个改善的情况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改善 包括目前比较热的 肾脏基础病人 节肢肠癌 或者节肢肠腺癌的 发生率提高 他到底有没有 这样的情况 如果和消化科 大夫去合作 做上50例 100例的这样的 场景的话 我想应该会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临床研究 那我们 这里 宣武院 近期我们也把自己的 这些病人录入了这个 呃 王仁志教授 这个主导的一个 中国催泥腺瘤疾病的一个注射网 CRPDN 然后我们去 呃 录入我们的资料之后 可以用我们资料 或者说我们 围绕一个感兴趣的问题 和我们其他的医院 录入这个资料的医院去合作 做一些工作 包括我们为了做一些 呃 标本的工作 我们可以自己去呃 留一些标本 包括自己和护士一起合作 我们去留一些血液的样本 这样我们一些特殊病例的话 回过头来 我们就有一些 病人的标本去用 血液标本去用 因此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 垂直腺瘾的未来的话 那个 我想100年前 Kushing的话就说过 可能 垂直腺瘾的未来就是 手术的作用越来越小 可能药物的作用越来越大 我们可以看到也是 这张图是从那个 Milber教授刚刚发表的一个新英兰杂志上面拿出来的 就是我们已经从器官的认识到了组织 又从组织到了细胞 又从细胞到了分子 就是每个细胞的分化或者种子的形成 它和哪些因子哪些基因有关系 比如说USP8刚刚发现的USP48 BRAF 这些东西 我们可能最初的认识只是器官 只是组织 可能进一步的五年十年之后 我们更多的可以认识到它的基因 它的分子水平 所以我们可能到最终可以建立一个 基于这种发生机制的一个分子病理分型 我们可以这种分离 通过这种分型提前知道病人的这种 临床行为 其间给病人一个最佳的治疗的选择 包括告诉病人有很多的把揚性的药物和手术去做 最后感谢各位的年轻 边上这块留白我想也是 其实做这个幻灯有很多 有很多自己的疑问疑惑 自己也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大夫 所以希望和各位同道一起去进步 一起去成长 尽快的把我们中国的垂体线流的一些手术也好 或者研究也好 尽快的和国际接轨 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国际上的共识啊 指南啊 包括这些建议也好 很少用到中国的一些临床研究数据 也很少有中国人参与的 我想这是现状 可能过十年二十年 我们更多的年轻大夫在手术方面 在研究方面可能会做得越来越好 我想这也是宣武夜校举办的一个 一个初衷或者目的 我来宣武不到一年时间 我对宣武的这个最大的感觉就是 宣武的这种包容性和对教育的强调 我想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格局的话 我想宣武神外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好了 谢谢各位同道